当天中午,机场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,立即赶到现场 只见一名女子坐在地上哭闹,一名男子正在旁边进行安抚 原来这名声称,飞机上有炸弹的女子纳某 误将10号从南宁飞往哈尔滨的机票定成11号的 当天到机场发现无法办理登机手续后,纳某就吵着要工作人员解决问题 并声称飞机上有炸弹 经全面清仓检查,机场确认飞机上没有爆炸物威胁 原本已经登机完毕的172名乘客,这才重新回到飞机上 最终导致这趟航班延误了两个多小时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,纳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目前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我们经过调查体制之后,对他处于五日之外距离 请继续